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川 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怎么呢 前段时间中国出了一个 马克思遇见孔子 那个恶俗的追捧中国 那个大家可能看了是吧 知道 结果今天中国金灿荣又抛出过暴论 说西方亚里士多德 根本是不存在的 是虚构的 那么他说完之后 居然有很多中国人留言评论 表示支持 你会发现中国 我看前两天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一个微博 一个叫陈生大王的 他有一个结论 他说中国正在成批量的制造白痴 我相信他是用了这个文雅词 用白痴来形容 那用我们口头语 就是中国正在成批量的制造傻串 而且更讽刺的是 这一次的亚里士多德事件 就成功的证明了 中国正在成批量的制造傻串 那所以这怎么回事 亚里士多德是怎么不存在的 中国人又是怎么认可这个消息的 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 好 咱们话题从何开始呢 首先我们先摘一段 关于中国正在批量制造白痴的论点和论据 全文挺长 我就不都念了 是吧 咱们摘一段 然后咱们再来讨论 亚里士多德存不存在 这个论证过程 你会发现这两者是惊人的相似 惊人的吻合 他怎么说呢 他说 现在中国的很多作品 都是在用粗暴 用逢迎 用虚伪的方式进行创作 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实 无法通过审核 而那些幼稚的 狭隘的扁平的思想 却像着微量的披霜一样 每天一点点的被灌进年轻人的大脑 他说 现在这些作品会在观看者身上 造成极具伤害性 难以逆转的影响 看惯了简单叙事的新一代中国人 自然只能接受非黑即白 而越是道德观 这个扁平非理性的人 越是具有排他性和暴力倾向 也总是倾向于 把十分复杂的问题 转变为口号式的简单判断 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他说的不只是说中国 美国现在也有这个倾向性 你美国现在傻子少吧 美国傻子也一大堆 对吧 这个方式都是类似的 这种扁平式的这种思路 所以他接着说 如今中国好的作品 大部分的价值观 都是往初中生的思想水平靠 一旦讨论时事 社会思想的上限 就必须反过来服从社会思想的下限 唯一安全的内容 只能谈论吃喝玩乐 装傻充愣 全网张嘴闭嘴666 尊都假都 拨拨尖口罩原因 这已经不是流行文化问题 而是思考能力退化的问题 当脑袋变成一团浆糊 哪怕突然想反抗 也找不到有力的语言了 说实在的 他这个尊都假都拨拨尖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查了才知道 尊都假都知道是什么 就是真的假的 他用那种萌化的口语 尊都假的 年轻人玩这玩 然后还有什么拨拨尖是什么 我以为是拨拨尖的 不是 是直拨尖 它叫拨拨尖 反正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口头语 你会发现别人 在想让你表示感叹的时候 你只会说一个 我 我那个后面 我C 是吧 我CCC 还有什么能够表达 像古代的那种 辞早华丽的 优美的 表达壮观 表达宏伟 表达护情的 现在你们不会说了 张嘴一句 我C 闭嘴一句 我C 然后就是666 老铁 就这了 所以在这基础上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亚历迟多德 金灿荣的新暴论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事情 首先你看这个图片 是非向往的 这个向立刚 又是这货 是吧 这货又跳出来了 他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 最近我的老朋友 金灿荣教授提出这个话题 金教授是那个 说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 我都担心这个 国王没穿衣服 这个事儿 现在中国能提吗 不能提吧 你要在中国提国王没穿衣服 对吧 很容易 很容易被安上罪名的 OK 对吧 然后他说 尽管有些学者听了 有祖坟被挖的如丧考笔 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因为道理很简单 不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 这个有影响的学者 突然消失了 千年无人体 无人知 然后他突然又出来了 百万字著作传世 这说的是亚里士多德 然后像你刚刚说 想想我们的孔子 那是有数代 一代代传下来的 这个议题 没什么可讨论的 随着中华文明 重新领导世界 亚里士多德 被证明是个伪存在 是后世西方编出来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结论 谁给他的自信呢 真的是绝了 然后他说 尽管有些吃这个基里斯多德饭的人 心如刀绞 反正他们也活不了多久 我们的下一代 不会听西方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哎呀 这个说的是吧 说的是铁齿铜牙 说的是前纲独断 说的是义正言辞 那么他这事呢 金灿荣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我们来看一下 金灿荣主要有五点 他说第一点 亚里士多德德 一辈子写了一千万字 留下三百万字 怎么可能吧 这么多 哎呀 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然后第二点 他说13世纪以前 就没听说过亚里士多德 所有的西方文献里边都没有这个人 怎么是这个人后来就蹦出来了 文艺复兴之大多大的 肯定是后人捏造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更有意思 他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的全才 怎么可能什么都懂 不行 这个人一定是虚构的 第四个 在当时那个年代 没有纸 没有纸怎么写三百万字 当时那个草沙纸 进口啊 那要很贵的呀 那么自己用这个小羊皮纸也不够用 所以这种啊 这个论据就证明了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是假的 然后第五点 古典时代写作材料紧张 所有的经典都很简短 中国是这样 比如说伦旅 导德经 孙子兵法 字数都很少 所以亚里士多德写三百万字 根本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那么好观众们 我相信看到这些之后 有些观众们已经按耐不住想罵他了 对 他这里边有很多错误 当时我们会一起来说 但是我们在说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的很多网友 很多中国的大聪明 大明白 是怎么看这事的 我们一起来看图片 你比如说这个叫鼎翼心横的 说不光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 苏格拉底 甚至希腊文明 他们的存在都极有可能是捏造的 他们和他们的著作都集中出现在西方所谓的文化复兴时期 此前没有听说过 就跟他活着似的 你知道吗 此前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都说他们的著作是通过羊皮卷保存的 可是昂萨又没有办法证明那些羊皮卷原本在哪里 对没法证明你妈是你妈 又是怎么保存那么多年呢 奇葩不奇葩 这些就这么说吧 有了互联网之后 很多的傻叉都样出来了 就像河里边 河底的那些腐臭的淤泥 它是不是它在河面上放个屁冒包泡 熏熏别人 下面这儿 西方考古更经不起推敲 出土东西 大家都当它笑话看 叫什么正直方圆515 给它扬扬名 好吧 西方考古经不起推敲 就跟你啊 中国那个什么夏商周顿的工程一样 你看看西方认吗 然后呢 还说说这个反对金教授的人 估计和说中华文明3000年的人是同一批 来自山东 然后看下一个 说叫邓小贤 说还有一个说法 还是粉钻呢 好厉害呢 粉钻 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正和下西洋 给他们带去了文明 比如说永乐大典 教会了他们高效炼铁 然后他们才开始文艺复兴的 不然的话仍然处于黑暗世纪 吃生肉 如毛银血 下面还有人说 说那应该有可能是从成吉思汗 开始把中华文明带到欧洲开始的 西方一两年的吸收消化才开始出现文艺复兴 下面还评论的啊 极有可能 有可能你买了个转 你中国要这么牛逼 咱就假设说你说的是真的 那么过了没几百年是吧 你中国就被你传导过去的技术 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 如此屈辱的中国近代史 那难道不是证明你自己是lowball了 是个废物吗 握着上好的好牌 一手打了个吸烂 还好一些别人一两年就吸收了你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假设你那是真的话 更别提你那是假的 对不对 还蹦出来一个成吉思汗的孝祖先村 人成吉思汗认你中国人当他的后代吗 在人家成吉思汗时代 中国人那就是奴隶是最低等最下贱的存在 你认成吉思汗当爹 成吉思汗屌你是谁吗 这些人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 笑死 这些人如果买了几机票出了几国的话 建议他们去正宗的蒙古国去问问 蒙古人认你中国人吗 还有下面有人说 有几位研究西方为史的专家 你看看西方就是为史 学养非常深厚 研究非常扎实 提出的质疑几乎无法辩驳 除非拿出确凿的考古依据 那么好 咱们文章就读到这里 证据就摆到这里 我们来简单的批驳一下 好吧 他有些话你根本就不值一搏 那咱们稍微简单几句话 比如说首先 他那个咱们就不按顺据了 他那第三点 说一个人怎么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 这个如此全才 如此多才 这个一定是虚构的 他不可能有这么全才的人 好 这个问题分的太好了 鼓舞掌 那我建议把金灿荣直接打成反革命 为什么 因为咱们当今圣上 对吧 那话怎么说的 散人说的 指南真成精 对不对 那人家给全世界指明方向 不管是政治 军事 医疗 学术等等 人类方向 咱们圣上给全世界指明方向 这不是最牛逼的吗 这个人对吧 怎么就不得有这么牛逼的人呢 所以根据这个道理 对吧 如果这个金灿荣否定亚里士多德的全才 因为全才否定他的存在 那么他就间接的否定了咱们圣上的丰功伟绩 你说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第一巴掌就抡圆了给他拍回去了 得多脑残一个教授 好像是哪 是人大了是吧 人大就交出这货来 开国际玩笑 对吗 然后说第二个 说那个第二个是第二个 第二个还是第四个 我忘了 就是他说说这个 金灿荣说那个时期的纸很贵 那个纸纱草很贵 要进口 他买不起 所以他不可能写那么多 人家亚里士多德当过马其顿的 什么叫 太子太保 大家大概意思 当然不叫那个官职 就是给人的马其顿国王当太子 当皇儿的老师 当儿子的老师 那你说一个国家太子的老师 甭管说这什么俸禄多少 他会用不起纸吗 他会用不起草沙纸吗 你开国际玩笑 对吧 就不用草沙纸 用牛皮 用羊皮 甭管用什么 那绝对是不差钱的呀 对不对呀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你不能说就跟中国这个农民一样蹲在地上 皇帝和娘娘平时咋生活呀 一个扛着金竹都种地 一个拿着金颇了包算 你都整这玩意儿 那你这脑子就别要了 你看这一点恰恰也符合咱们前面说中国人的思想在成批量的制造白痴 我就不举例刚才那个中国那些评论里边说的那些评论就更low 说什么成绩思汗传过去的永乐大典传过去的 简直笑掉大牙 得多无知多傻吵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但是这些人就有这样的自信 就把它贴在网上 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种自信比他的无知还可怕 还可笑 然后最后咱们再论证一点 是吧 节省时间 就是他所谓的最后的一个所谓的篇幅 说什么什么道德经啊 什么孙子兵法都很短 那合着人家司马迁史记五十万字写给狗了 是不是啊 什么左传是吧 二十万字吧 韩非子十万字啊等等 而这还是关键是人家说 这是人家流传下来的 正式成书的 你不能说这个这个司马迁是吧 人家写史记 我就只写这五十万字的史记 人家之前没有任何著作 对不对 韩非子 那些东西 他总不能说今天心情好 我来写一篇韩非子 他不能直接上手写吧 他还有其他的草稿啊 包括其他的 其他的在他成名之前的著书论书的很多东西 你中国因为连年战乱没传下来 那西方就一定传不下来 是不是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别人就不可能做到 这种愚昧的思想和这种愚昧的恶臭 隔着太平洋 我都能给我熏一根头 您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一次金灿荣这个论点 和他很多给他捧臭脚的人 完美的论证了 咱们前面那个互联网大V的那个说法 中国能得成批量的制造傻子 那么现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是吧 改天咱们有空详细再说说 2024年1月1号要正式实行了 所有人只能讲正能量 不能讲负能量 负能量 以后抓你 判你 就有法可依了 以前还得给你扣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寻衅滋事的帽子 现在不用了 你违反了爱国主义教育法 我很难想象 中国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那些义和团 那些傻叉们 那些全民们 他们的棺材板压不住了 又准备在世临朝 重新找个肉身附上去 他必须得把现在的人变成傻子 变成跟他们当年一样傻的状态 他们才能够重新复活 当然这个有点怪异乱神 是处于纯扯淡 但是为了表达我内心的心情 我是用这个来比喻 中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混乱 好不容易在近代 有一点点希望的曙光 中共建政才不过不到百年 对吧 这个就是他建立一个国家 才不到百年 党的年代要长一些 但是总共有这么长时间 跟中华文明上千年的历史相比 真的不算什么 所以在中共这一朝 如果中国人变成了 像咱们说的那样子 这个真的是 他不是光丢中共的脸 他是丢整个中华民族的脸 在未来几十年上百年之后 西方的作者们 可能会各种各样的著书历说 记录下来流传下来中国在这个20002020年到2020年之间 诞生过如此多的傻串和脑残 把他们变成笑话写给后人看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臭万年了 太丢人了 太可惜了 我不为中共感到可惜 我为这个国家 我为这个民族 当然我没那么爱国 谈不到痛心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可惜 好了 今天的小段跟大家聊到这里 对于这个亚类十多德的事情 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